根據英國牛津大學的最新全球數位 媒體調查 因為疫情等負面消息 衝刺 讓人們逐漸的對新聞 失去興趣 報告也指出 臺灣部分民眾普遍是轉向網路 社群媒體 接收新聞資訊 可是對於紙媒 電視等傳統媒體的信任度 仍舊比較高 也讓高信任度 低使用度的矛盾繼續存在 因為現在有手機就很方便 一問到年輕學子如何獲得新聞資訊 他們幾乎都表示習慣利用手機上網 或是從社群媒體獲得 而且對於娛樂 體育等 卵性新聞的接受度高 而根據英國牛津大學 公布了一份全球數位媒體調查 顯示因為疫情 戰爭等 令人沮喪的消息衝刺 讓人們逐漸對新聞失去興趣 報告也顯示 臺灣民眾接收新聞資訊來源 以網路 電視及社群媒體為大中 其中網路更高達八成四 報告也顯示 臺灣的媒體品牌信任度 天下 商周及經濟日報為前三名 公視則是第四名 所有電視媒體第一 雖然民眾普遍轉向網絡 社群媒體對傳統媒體信任度 報告指出 公視新聞的品牌信任度為53% 比去年增加一個百分點 華視新聞的品牌信任度只為40% 公華視新聞信任度和離線使用度都比去年提高 但網路使用度排名都偏低 學者建議 公廣集團除了要努力經營新聞內容外 加速網路及社群媒體的數位傳播也是當務之急 記得陳嘉欣 謝正寧 台北報導